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让人觉得发梗的就是 大概延续了三四个小时才把结果拿出来 那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网上在微博上 我看到有三个人拿出消息说打起来了 哥们打起来了 说怎么打起来了 底下评论的朋友讲说 我记得台湾说看台湾民主 然后台湾的议员不太守规矩 动手打架 然后其他的有些民主的国家 动手也打架 然后国内的宣传非常的到位 说你看我们绝对不能要这个 但是这一次朋友说打起来了 看来有戏了 因为他们也打起来了 要民主了 大概是这么个调侃的说法 打起来目标说是胡锦涛跟江泽民打起来了 但是到现在到咱做节目的时候 这消息没得证实 可是大家伙依照这2012的传统 谣言 在微博上谣言 大概是这样 那陆陆续续的新闻出来了 集中在几点 一个是中央委员的产生 205人 另外一个是胡锦涛 是不是全裸退 现在似乎99%说胡锦涛裸退 因为内容比较多了 我们就尽量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名有姓的比较实证的说法 法官有篇文章说 胡锦涛肯定不留任军委主席 文章题目这么讲了 解放军高官证实 胡锦涛不留任军委主席 香港明报引述了18大的 解放军副总参长张沁生的话说 胡锦涛不会续任军委主席 而日本媒体分析 胡锦涛的裸退是为了阻挡江泽民干政 张沁生是在18大的闭幕会 被媒体问到胡锦涛是否会留任军委主席时 说中央没有这个安排 张沁生随后补充说 胡锦涛不会留任 那作为副总参长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直接了当这么说 那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就是这么回事了 他文章介绍说 很多媒体分析说 胡锦涛交出军权 不效仿江泽民 对继任者采取扶上马送一程的模式 显示出中共交班本身进一步制度化 习近平掌权的速度加快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没有什么制度化的说法 这是权斗的过程的一个概念 我们在原来的节目当中已经讲过 习近平实际实权早已经接过来了 那习近平跟胡锦涛本身 应该说走得很近 而习近平已经摆脱了江泽民的做法 日本的朝日新闻在今天也有另外一篇报道 我们回头在另外十条评述当中 会跟大家详细介绍 在这里面他引述说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闭幕之后 将完全退休 胡锦涛是八月份就曾经表示 要卸下军委主席一职 九月份因为处理掉一台问题 一度表示可能要留任 但是胡锦涛江泽民所形成的权力 双重结构导致中共内部斗争不断 有关下届最高领导人事情摆不平 所以最后胡锦涛采取裸退的方式 同时逼退江泽民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整个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概念 它的实在的东西就比较多 所以这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应该是中共十八大到最后的时候 依然在打斗的过程当中 现在看来后面一定还有事 台湾会没事了 恐怕不可能 十八大中央委员205位 这是我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 人家把咱们的主人 把中国人的主人给选出来了 法广的报道这么说的 中共十八大中央委员名单出炉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 他结束会的时候 是在星期三的上午就结束会了 但是名单的出炉 中间隔了大概三四个小时 通常应该是 他结束的时候 这炉就出了 对吧 第一个 第二个 这么长时间 我不知道新闻联播的时候 我没看 新闻联播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视频的画面 但是这么长时间 中间经历了整个一下午 没有任何视频报道 没有任何视频报道 没有完全盯在 胡锦涛的这个十八大结束的报告当中 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奇怪的事 当然2012什么事都奇怪 但什么事都奇怪 露出来的是真相 所以从露出来是真相的角度来讲 奇怪的事就是真的 对吧 那我们原来认为正常的事呢 就是奇怪的 这在中国应该这么看问题 所以这篇文章里提到说 一些被人们所瞩目的 认为肯定会进入中央委员的行列的人名呢 几乎都在 但同时有一些出人意表的事情 他这里讲说 被胡锦涛重点培养的一些人马 包括马凯 王敏 王沪宁 令计划 朱小丹 胡春华等人 都成为了中央委员 这不出意外 而在军队当中 军委出现了大换血 多数都成为这一次中央委员 他说包括张阳 张世波 房峰辉 赵克时 张又霞 我们知道在十八大开之前呢 军队出现了大的变动 那四总部呢 全都换人马 那包括副总参场 全都换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析的很多 我个人的看法 这些人马呢 是跟习近平更加近 因为习近平这一次换人呢 他上任的跟前面的上任都不一样 我们在前面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析过了 那另外出人意表的 他就提到说 黄岐帆 张海洋 刘元 田修司 这些都跟这个薄熙来事件有关系的人马呢 同样这一次还是进入了中央委员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场面 我个人的感觉呢 就是说他 要平衡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所在 但是他们这些人不太上位 不会上位了 也就是说就这么着了 这事了了 就到这了 文章还提到说 令人比较吃惊的就是前统战部的部长杜清林 这一次也在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之列 文章提到呢 8月29号从北京飞到纽约的这个航班中途折返回来 那实际是统战部的一位姓林的女人呢被抓了 那进而导致这个杜清林从统战部部长位置下来 令计划进入了这个统战部 这是我们看到一连串的概念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令计划进入统战部之后 我们看到海外媒体很多放料的内容的夸插就下来了 没了 这是我们看法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杜清林还是进入了中央委员 所以给我的感触呢比较深刻 就是薄熙来事件所引发出来整个今年的变动太大 如果按照我原来的说法就是跟薄熙来有关的人全下去 如果把相关的人马都弄下去呢 可能就剩150个了 得去掉560个甚至去掉100个 所以为了减小震动 让这些人还是规矩的进入中央委员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表态的权利 文章也提到说呢 最后一名的人是李小鹏 李鹏的儿子 他是中央委员 也是太子党 但是他的得票数最低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大致的场面 在这期节目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过呢 18大闭幕式没有视频 这是非常出人意表的事 那网上在我做节目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第一个传说 第一个谣言 谣言这么说的 央视直播18大闭幕式无现场画面 网上传言是胡锦涛江泽民打架 文章讲说 央视直播18大闭幕式 从上午9点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 仍然没有闭幕式现场的画面 于是网上有着各种的传言 第一个传言 他说会场上有人在打架 恐怕就不能拍了 要求记者不许拍 另外呢 有人是这么说的 叫做听说会场有人打架 而第三个人说呢 不得了了 出什么事 都快三个小时了 还没有公布名单 听说是因为在会场上 现场有人打架 那后面有一些跟帖了 跟帖就说呢 要求记者不许拍 咱就不知道 那边大爷们打起来了 谁要求记者不许拍 对不对 这个咱就不知道 但现场如果有记者进去的话 这事真出现的话 过不了多久 我相信小刀消息一定出来 客观事实 就是18大闭幕式 没有电视画面 那这样的客观事实 在营造了 在中共传统当中 特别是18大开幕时 那样的画面 形成强烈的罪名 18大开幕时 他的画面表现出 是老团结了 老一致 胡锦涛的开幕词的报告 一百分钟 就是说 我们什么事都没出 对吧 改其意志是邪怒 我们一定坚持 才落一大堆死人的名字 马列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表子 人家说可能三个表子 人家还活着呢 那我还是说那句话 你知道那东西是什么东西 您可以信 您可以不信 咱聊天 但是这事出了 第一 闭幕式没转播 对吧 三个小时没结果 到之后才出来 第二 网上传言 干起来了 为什么干起来 咱们就等着瞧 没准有故事 没准没故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